欢迎收看由点新闻和WedGayTV联合制作的 《世界是米话不关香港事》 大家好,我是陈杰 大家好,我是Freyman 陈克军 大家好,我是吴俊尔,大宇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白欣斯 在20日出席阿斯本安全论坛时 爆了一件大新闻出来 什么事?大宇 结果,他松口证实在十几年前 中情局在中国的间谍网 遭受到毁灭性摧毁 多达三十多名的中情局间谍特工 就被中国逮捕 而且美国现在在积极重建在中国的间谍网络 即是说,美国第一是承认曾经被人倒破了间谍网 第二,他想重建 他也挺公开的,还想在我们国家建立一个情报网 结果,你简直说出了我未来想讲的三个题目 因为他这句说话为何是松口证实 理论上这些关于国家机密的东西 你的情报人员被人捉了 很程度上是国家机密的 他也在这次的论坛上 就松手说了出来 其实已经是有一定问题了 但从这句说话里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他将来会加强对中国的渗透 意思是说,渗透一直在我们周边发生的 只是我们香港人,即是活泪美西方的媒体 所以一直都忽略了 我们其实是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在 只不过是有人不想你知道 又或者有人假装不知道 第二点就是,早在十几年前 中美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差 甚至乎是密越期 那时候已经有三十几个间谍 是捉到的 是捉到的 所以更何况,你想想一下 那时候中国还未是美国所谓的盟友 可能友好或者是朋友 如果是美国的盟友 分分钟更大事 我相信美国在日本、韩国等等 亚太地区的盟友的间谍 是不止三十个的 才可以左右到这些盟友的政权 是一个亲美的政权上台 而为何要养那么多的间谍或者特工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要掌握一些 非亲美政权或者亲美政权的黑材料 一些NGO 一些财阀 一些政治家族等等 好让他可以做到刚才我所说的 要左右那个政权或者附席 亲美的政权上台 所以一定有一定的程度介入 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范畴 否则的话 就解释不了最近这几个月 韩国的尹石月总统 做这么多反大韩民族的事 都甘于要跟着美国的路走 因为他又要替日本还一些强迫劳毒 不是以前的时候那些劳工的钱 跟着还要支持日本排放这个核污水 所以种种的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危害着 或者是影响着自己国内民族的利益 但他都要跟着美国走 我相信背后一定是有一些把柄被抓住 否则的话他不会这么做 大约你刚才说了这么多这个讯息 我突然想到一句说话 以前人们说做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 做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 现在看起来都挺致命的 你刚才说了一些韩国的情况 我又想起法国最近马克龙总统 你知道他访华之后 其实对我们国家都有一些挺好的友好言论 我这么说 没多久法国就出了很多暴动 这些事情出来了 我相信也跟大宇你刚才说的情况一样 他支持的一些势力 就为了要反你 就开始有些行动 Dr. Raymond 刚才他说的这些有十几年前 在我们国家渗透的一些间谍 被我们抓到 你觉得可不可信呢 我反而又觉得这件事 我用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事 可信是可信的 不过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可信的目的为何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你想像一下 你十几二十年前 就有一件事 30个间谍被人抓了 你是不是当美国很流行的历史档案 你现在告诉他数十年前 原来有外星人 基本上是那种 但是为什么现在才说呢 如果你用另一角度去看 刚才大约提过韩国 刚才大约提过韩国 刚才有一个美国的士兵 或是情报网 都不知道这小子走过对面街 其实都挺收家的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他大大声走出来说 我们现在在重建中国的情报网 如果我没猜错这番说话 其实不是他在重建的情报网 而是情报网已经烂融融了 去到那位是剩余那帮捱得很辛苦 于是在那里 不行了我不玩了 你美国都不支持我 又说叫我做燕仔 但是你又不给那样又不给那样 钱又没有 工具又没有 back up 或者支援 什么都没有 我怎么做下去就快死了 其实他这番说话 可能是说给那些 快来不想再做美国间谍 又或者甚至乎是说 快来放弃搞不定那帮人 告诉他 撑住啊 撑住啊 我们正在来的 如果不是要不这么公开说这番说话 你重建就重建 这些事照正是静静地做的 这么高调地说给人听 就是说在那里现在有一批 可能死剩下的这帮间谍 第一 他就来拆不住了 第二 美国根本真的没有资源下去 第三 这帮人其实分分钟就来反过头了 因为再不给支援的 老老实实的做间谍 如果是美国人的间谍 红素绿眼在那里走来走去 你全都看到不妥了 是不是 当游客那样你拍照而已 就是说很有可能这是一个亚洲人仰的间谍 甚至乎是中国人仰的间谍 那你想想中国随着国力上升 想想想我为什么要帮外敌呢 其实自己的国家都越来越好 终有一天这些间谍都会想想想 那这些间谍就是不如辩折回头 或者做双面间谍 那是有数据的 其实美国不会没有这些情报的 这些间谍给的资料回到美国越来越少的情况下 你又没有办法给到钱 钱是一个诱因 又给不到资源 又给不到工具 又没有人手 搞搞会出事的 这些人可能做着做着都会慢慢消失 不想拔了 这样的情况 你还不是要高调地说 我们正在来的了 顶住当 所以这一番说话 我觉得反过来是说给那些周历 艺艺富 那些美国间谍都知道搞不定 你这样说 我觉得又跟那个新闻是吻合的 我觉得 先说给你听 让他顶多一会儿 这个是叫做利友 另外也有威逼的 怎样呢 我看到的新闻 但刚才你可能没有回意到 他里面就说 这十几二十年前 被捉的人里面 他就说 至少一名干员 在北京一栋政府大楼内 在一群中方安全人员面前被处决 这一段是被美国官员称之为的情报灾难 我觉得是吻合的 就是说给还在里面挣扎着的这一班情报人员听 你不要啊 你不要背背我 你分分钟会被人处决 他其实是说给他们听的 他说这一段新闻 我自己就不是很相信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大家都记得了 《苹果日报》 以前报新闻的时候 简直像风化案 色情强奸 他好像记者 就是站在当事人旁边 好像所有事情都是他 匿匿在目 所有事情他看得很清楚 他这次报的这件事都是 被处决 被处决你又知道 你站在人旁边吗 整个新闻的疑点是非常之高的 我觉得如果配合你刚才所说的 在说话给他里面的 继续在为他们服务的这一班人来说 又是威逼利诱 我觉得各样都有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outload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要积极地重建 那就是前提是什么呢 现在三军未动就粮草先行 就想问美国政府 拿多些资源 来针对中国去报他的情报网 所以outload 拿钱才是他最终目的 这个绝对有可能 其实可能大家看间谍影片 也看得多 所以好像对特工、间谍 这些工作的人 有一些觉得很神秘的角色 当然他们是暗中工作 但你说是不是真的很神秘呢 其实我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国家一定有他的情报部门 这些都是叫做挺公开的东西 中美之间的叫做情报的博弈 这些这样的间谍人员的一种博弈 其实由中美未建交之前 到中美建交 到后来进入蜜月期 到现在叫做关系 叫做跌落到一个挺紧张的关系 这一个不同的阶段 其实那个博弈也一直在当中 其实我们国家对于这些叫做间谍 做情报的人 我们有没有什么反制措施呢 其实这次报道讲到 中国可以令到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 形成一个毁灭性的损失 我看到是有几个原因 令到我们中国可以做到这个效果 第一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国力 和国民的经济能力是上升了的 以往他要 我们还是一窮二百的时候 要收买一个中国人 其实是相对很简单的 即是利友容易 是的 利友是容易了 我想叫他做些什么 拍些什么照片 也好收集什么数据 甚至乎是贵赂的一些官员 都相对是容易一些 因为这个根本可以少一些 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经济能力 一直涨 他这方面的成本就要增加了 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国家就着国家安全的宣传力度 是高了很多 因为慢慢看到 他不会再或者少了派人来 去收集一些情报也好 数据也好 他现在专门做什么呢 他专门就是以一个网上的形式 去招揽一些人 去放一些 我要在这里设置一个WiFi的收集器 或者设置WiFi的发射器 放在这里 国民就觉得 我纯粹是赚个WiFi 放一些东西 是应该跟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的 又或者 之前有一些的渔民 在出海打雨的时候 在近岸都打捞了一些 好像是一些无人艇 或者是无人的收集 海底信号数据的一些收集器 就交给政府 其实这几年你看到 国家在宣传的力度 是做多了的 告诉别人 喂 不是真的这么大 或者是随街跳 你放一部机就收一千几百 拍几张照片就收一千几百 这么简单的 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挺重要的 就是电子支付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电子支付系统 我相信是全球最庞大 也是交易量 每一天都是很多 而当中 若果你刚才说 要做刚才的贵务 给你钱 你去放收集器 中国人 不会收你的现金 基本上 黑衣 现在都给你收电子支付 麻烦你未许 去查我吧 所以 如果这些境外势力 他要支付这些贵务 或者收买的费用 他一经电子支付 就很容易被解决到 打击到外国 要在中国进行情报收集的工作 最后就举一个例子 2017年 北京曾经公布了一个 举报间谍的奖励计划 你一旦成功举报了一个间谍 或者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 就会奖励五十万 我们香港那八个新的汉奸 都是一百万 现在你举报一个间谍 有五十万也挺可观的 还有一百万是港元来的 还有五十万是人仔来的 不过说起来说 张大宇刚刚说的 和柏银斯他来到 就是上一阵来过中国 秘密会见的情报人员 他说他做了些什么来中国 就是说要维持 他最重要是维持一个 沟通渠道 畅通 因为他觉得 现在他那些情报人员 就是我倒转这句话来说 就是他那些情报人员 不和他沟通 那大家想一下 那为什么你的情报人员 不和你沟通呢 第一 可能有了障礼计划 第二 的而且现在用电子的方法 去沟通的话 其实拦截相对容易 三 就像大宇所说的 还要怎么支付呢 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给现金搞不定 要支付宝和微信 那你真的拍了相片 做了东西的 怎么收钱呢 既然收不到钱 就索性不做了 所以更加说明了 为什么他说要重建那个网络 因为根本大家都不想做的 应该是 就算他真是一个间谍 最普通那一只 不是很高级那些 不是那些想着是死如归的那只 不是 最普通那些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做 金牙烟的东西不要搞了 国家又不是差 没理由为了那些一元几块 然后就断送自己前程的嘛 倒不如安全传 所以他现在说 就是这个维持沟通渠道 某程度上就是反过来 告诉大家 他那些间谍 就是破坏了那样东西 是间谍消失了 是不知道去了哪里 又或者他们不跟他联系 所以要走回来 马上说我们在支援 我们在重建的 就更加合理了 我觉得整件事 我觉得是第一步露了美国 他那种野心 或者去对别人 那种不友善 好地地 你有你做 我有我做 但你全都要天罗地网式的 一个间谍网 要在别人的国家 那你所为何事呢 你说现在我们境外这些间谍势力 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打击 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安全教育做得好 第二就是国民教育 那个叫民族意识做得好 第一 第一现在的人觉得我对于同国家一齐 看守着这个国家 维护这个国家的安全 我有一份责任在当中 这一件事是做得好 第二大家都现在是以中国人的身份自豪 我为什么要受你的欺凌呢 这个事情在哪里反映出来呢 有时候那些人做了一些叫做情报给人的这个动作 是一个叫做不知情的角色 有时候就需要退过教育 告诉他你这样做 其实是危害了国家安全的 刚才大宇都有分享过 其实有一个例子是站岗的 有一些叫做境外的一些 他是把自己包装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航海的外耗者 大家对航海很有兴趣 可以刚才和你用电邮沟通 分享一些可能船隻 各方面的一些资讯 大家都知道有巴士发烧 有飞机发烧有什么都有 有船隻也有发烧有 聊聊之后 他就知道你住在哪里 站岗的很近港口 你知道也有我们海军机 地物都有 有些东西你放在你家里 挂在那里 你就可以看到 你这个港口的船隻出入的一些动态 你觉得很好 装到之后我的电脑就看到 你觉得好像一个外耗者 好像飞机一样有些 人知道航班飞机去到哪里 船隻都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挂了这东西上去之后 你所收集的资料 其实就已经和敌方 公认了这些信息给他 你想想这个这么重要的港口 有我们军舰出入的一些动态 但是就这样以一个叫船隻 有些什么爱好者 这样的一种叫做有因 去有史去做这件事 其实他在经济上 他可能就是免费拿了一个 so called 叫做一个收集 资讯的一个核 但是他不知道他这些原来已经出了事 后来就是被当地的安全人员 就是堵破了 这个新闻其实在内地的一个电视台都有播到的 后来那个人在不知情感之下 原来触犯了这个国家安全的行为 经过相关部门的教育 他知道原来这个行为 已经是触还了一个安全的律法 所以后来这个国家也是透过教育 也不是说立刻抓他 正如他刚才所说的 又说什么有处决 是没有这些东西 人家是透过教育 他再透过电视的一个报道 给大家都有一个这样的意识 我觉得这些是一个很好的防范 这些叫做境外势力的渗透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防范 但是我们香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些 幸好国家已经帮我们立了这个国安法 叫做有一定的安全网 但是也很靠我们这届的政府 尽快立法23条 再将一些流动可以填补 令到我们真正相对安全的环境之下 生活和工作 结果你说得很对 因为我们现在的港区国安法 其实没有就着间谍 形成一个罪行 所以未来希望23条立法的时候 可以考虑把从事间谍活动 变成一个刑事的法例 是的的确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将23条都将间谍罪名 放进去 再加上国家为我们立的港区国安法 那我们相对我们 就是一个比较叫做全面的 国家安全法例的一个体系 继续的生活和工作 那这方面 Dr.Riman 你有什么补充和分享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华阳文化始终有一个差异 在我们讲国安法 其实美国讲国安法 其实跟我们的想法很不同 这次这个帕恩斯 其实他还讲了一件事 是暗示了美国究竟为什么要搞我们 当然啦 除了因为国家安全之外 他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 你知道在俄乌战争开始之前 因为美国已经放了很多间谍 在乌克兰和俄罗斯 所以他们在三个月之前 已经能够准确地预测到 什么时候普京会出兵 这个说法 其实老实实 美国又不是参战 他又不是要去打一份 为什么他要准确预计到 别人出兵呢 因为炒油 就是说 他真是拿你国家的安全死活 去赚钱的 其实对于一个这样的 资本主义国家来说 他的所谓国家安全 就是他究竟在你的 河巴里挖到多少钱走 同一道理 如果他知道我们中国的一举一动 其实他在钱银上面 是赚了很多的 所以不单止我们输国家安全 就是我们不理这些事情的话 还会输钱的 所以不可以让他一石二了 所以我经常都说 国家的安全 不可以奠基于 别人国家对我们的怜悯 或者我们对别人的 妥协 最重要的是 用我们自己自强 自己有一部好的国家安全法 才能维细到 我们人民的生活 才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之下 我们下星期再见